HELLO 大家好,我是伍貴斯七 歡迎來到1月中的 Game Pass 更新時間 這次的更新總共增加了8個新作品 在這介紹影片中,我會以我的觀點出發 將自己覺得最有興趣也就想推薦的排在前頭 不過我相信各位也能在其他遊戲中找到樂趣 所以都會一一說明 完整的清單會放在影片最後面還有下方敘述裡面 就讓我們開始吧! 這次的第一位是有著中世紀手稿風格的策略遊戲Include Naughty 神筆談兵 遊戲中豐富可愛的怪異野獸,來自中世紀樹葉的旁柱中 各種透過神奇墨水勾勒出來的生物,在你的操控下活躍於紙上 玩家需要利用戰場上的障礙物,野獸們自身的攻擊 甚至是玩家的拳頭來砸碎敵人 每個會師都有自己的獨特軍隊與戰場 也帶有著意想不到的能力及優勢 在遊戲的單人戰役之中挑戰玩家 目前遊戲是搶先體驗版 但已經有支援繁體中文 推薦給喜歡獨特畫風以及策略的觀眾朋友們 下一個Hi-Fi Rush是這次Xbox直面會的驚喜作品 主角名為阿茶,但獲得讓所有東西與音樂頭部的能力後 要試著打敗邪惡的企業集團 遊戲中的所有細節都與音樂一同擺動 除了節奏戰鬥以外,周遭物件、遊戲劇情、角色們對話都跟著節拍一同演出 在這個繽紛的美麥風格世界裡 呈現出異於工作室以往IP的新個性 這是今年第一款來自Xbox的官方遊戲 也是這次XGP更新中的大亮點 接下來是有一定知名度的Darkest Dungeon 這款遊戲出名在它的黑暗哥德畫風 還有極具挑戰性的戰鬥 玩家在遊戲中率領一群不完美的冒險者們 前往各式各樣的地點探索 遊戲的特點就在於除了各種敵人以外 角色們都還需要對抗難以想像的壓力、恐懼、飢荒和黑暗 這些因素可能導致角色們產生妄想症、被虐狂和非理性等多種不同的狀態 能否利用遊戲中的機制順利抑制壓力突破難關 就看各位玩家的技術了 有經歷過人天堂N64時期的觀眾們 經典的GoldenEye 007在這次更新回到平台上 原作在1997年發行時就在遊戲史上留下深刻的痕跡 除了有任務的第一人稱射擊主線關卡 還有眾所皆知的四人粉機遊玩模式 這些體驗都透過這回一直搬到了最新的主機上 同時也支援了現代的16比9畫面 最高還可以到達4K畫質 沒有玩過的觀眾們也推薦體驗一下這個經典名作 說到老IP 之前迎來20週年的世紀帝國所推出的 Age of Empires II Definitive Edition 全面從事了新的原生音樂 還有4K畫質 內含三個新戰役 與四個新文明 來包裝成重機版的世紀帝國2 現在依然有常態活動 新增內容 還有遊戲模式 玩家也可以線上挑戰其他玩家 或是合作遊玩 各位最喜歡哪一代的世紀帝國呢? 這另一個重新包裝的遊戲 是JoJo的奇妙冒險 群星之戰重製版 集結了50位原作中的角色一次登場 所有人的能力都可以在戰鬥舞台上施展出來 畫面上忠實地呈現了原作中的畫風 還有文字特效 不習慣格鬥遊戲的玩家 也有一鍵連招功能 能夠輕鬆享受不同招式的樂趣 評論上來看 在打鬥方面表現較弱 但是依然會推薦JoJo的粉絲們來體驗 再來是第一人稱射擊Rogelight遊戲 RoboQuest 遊戲有著類似Hi-Fi Rush的美麥風格 玩家要突破一個個隨機生成的空間與魔王 同時拿到資源與升級來永久強化自己的基地 讓每一次重生都更順手 也可以藉此來調整自己的玩法 遊戲主打快速移動 多樣戰鬥風格 以及連線遊玩 可以跨平台與朋友連線 或是和陌生人一起闖關 最後一個遊戲是我在Forza之外最想體驗的賽車作品 那就是Hot Wheels Unleashed Game of the Year Edition 在遊戲中 玩家可以收集各式各樣的瘋火輪車款 並且利用經典的橘色軌道 變形出各種樣式來打造壯觀的賽車樂園 然後在其中競速奔馳 遊戲除了支援本機二人分割畫面遊玩 也可以連線與12名玩家較勁 一台更新的部分 是EA的賽車遊戲Grid Legends 來到了雲端服務上 以上就是一月中增加的新作品 門回完整的名單在這裡 你們對哪個遊戲最有興趣呢? 這次更新的分享就先到這邊 我們下次見 stamp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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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anee 可以 selon一下 專門 一時候 簽